没有人会一直破防 除非你是跑男初代份 看到王祖兰专能为跑男时中研发新歌 才明白回忆会惩罚每一个练就的人 在那个国内综艺大多是室内的2014年 跑男作为大型户外竞技真人秀节目 播出起爆火 四名牌成为当时最热门的游戏 谁还没有过一边捂着名牌后退 一边大喊正凯不能撕卑鄙的黑历史 那时的他们没有精致的装造 穿着统一的队服 先进全力奔跑 背着比自己还中的人上纸压板 不顾形象的在泥潭大战 而现在他们穿着最精致的服装 却做着最简单的游戏 那时的baby作为大家的团宠 每次出场都有自己专属的BGM和粉色字幕 合照时永远稳居C位 总是化着最淡的妆甚至素颜出镜 做游戏时虽然是女生 却比谁都拼命 下泥潭 淋冷水 平地摔 却没有喊过一句苦和泪 他们一起把不可能变成可能 只有两小时准备时间的联合国全英演讲 把人跳大绳 两千米赛龙舟 一分钟爬十层楼 在黄河边进行大合唱 极限和有鬼电车接力赛跑 用塑料瓶拼起来的船横渡长江 每个人都累得精疲力尽 但也都是发自内心的开心 也总是在不经意间留下搞笑名场面 阵王的郑王浩 超哥的春泥 郑凯放屁 欧帝打呼 还有无数热梗 而现在 成员们相继离开 只剩下了李晨和郑凯 曾经的大黑牛和小黑豹变成了元老 默默看着新人一个个加入 在新的团队里 也只有彼此能懂对方的梗 因为一句拖累被骂上热搜 所以以前一丝三的大黑牛 现在放弃抵抗乖乖被刺 后来连四名牌也变成了冷门游戏 郑凯不会再因为被四名牌而狂怒 但还是会很开心的和新成员说起 他们最长一次四名牌有七个小时 那是第一期最后一期 王祖兰用超能力抖转星移将时光倒流 所有人复活再次一次名牌 但可惜抖转星移只能用一次 最好的跑男也停留在了2018年的夏天 每周五所在电视机前的我们 也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 再也没打开过电视 他们和我们的青春都再也回不来了